主日三分鐘,聖本屋堂建堂銀熙呈現,西方忍修遲早,本屋小轉。 十二級,謙信 聖本屋教導我們,謙信就好像建造一座十二級的房屋,必須由底層往上建造。 謙信第一級,我們要時常懷著敬畏天主之情,要注視天主,以保持我們心靈的信結。 謙信第二級,我們要排除聖見和施慾,不要任除自己的意願,而要敬愛和遵從各位,照叫我們的天主。 謙信第三級,則要求我們要學習聽命和服從,甚至如同主耶穌一樣,服從自死。 謙信第四級,要我們對信仰要堅持、要忍耐、絕不沮喪。 而生活,則要勇敢堅忍、絕不放棄、永不厭倦,或者是失望。 謙信第五級,要我們謙益自重求寬恕,要接受自己的弱點,要勇敢承認過失,而絕不隱藏。 第六級,我們要自謙自益地承認自己是卑微的,要全心做好份內的工作,並且時常要保持愉快和樂樂。 到第七級,我們要懂得欣賞他人,千萬不要自誇,要謙信地承認自己為有罪的人。 我們不會因此而跌倒,反而會因此而獲益。 謙信第八級,我們要循規道舉,去仿效他人的善表,我們要全心投入全體的生活,去互相學習。 第九級,就要求我們要謙慎言語,盡量保持短默和善言。 第十級,則要求我們要以端莊合議的態度去談笑,不要放肆揚聲,或者設法引人注意,還要認真去聆聽。 第十一級,則要求我們要溫和敦厚,向兄弟姊妹表達關懷,而態度就要溫文莊重,言語不多,但句句不疑。 謙信第十二級,要求我們表裏合一,這樣才能夠進顯謙虛的態度,而只有內外謙信一致,言行之間就會自然流露出敬主愛人之情。 聖門都強調,只有逐級登上,這一度由地至天的十二級謙信天梯,我們就會將謙信養成習慣。 自自然而言,我們就會成為良善的人,成為毫無懼怕的人。 當我們自己上升,接近天主的時候,也都會將別人一齊帶上去。聖門都再三勸勉我們,除了十二級謙信,很難找到其他幫助我們提升自己的方法。 主,我們衷心感謝祢,二十五年來護佑我們,讓我們在信仰生活上成長,在複存事工上努力,在團體生活上共用。 仰仗學習聖本都的方表,求祢繼續保守我們,使我們萬眾一心成為愛的團體,即祈禱、工作和閱讀回報主的恩典。